尊敬的战友们好,我说早上一醒来啊,看到吗?好几个好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,说文贵啊,一定要慎言慎言的。 这个,然后下面说,又看到你说你可以拥有多国护照,你又可以娶N个媳妇了。 我没说这话,我说很奇怪啊,原来又是在有人把过去的事传到一起,然后到处谣言,谣言这话我。 这就是这盗国贼们现在拼了命的,就是造谣,再造谣。 另外一个呢,就是我的律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,律师说呀,有一个叫喂什么餐的, 外号叫韦史,韦史,还给人写信,说我们是民主民运人士,你们怎么可以代表郭文贵呢? 你说这个韦史这种,连流氓都不如的人,这种烂人啊,祖宗八辈儿上做了孽子的人,怎么捏出这么一个东西出来? 还敢打着民主民运?全天底下谁敢说民主民运?你说你韦史息诺你害了多少人呐? 你害了多少人呐?结果我是头两天听说呀,王岐山在某个场上说, 说这个海外的友邦弟兄啊,还得照顾照顾,当时海航的人都在场。 这个最近海航大家要注意,海航要回光返照了,要回光返照。 海外的那些炸锅人士,还有所谓的那些假民运,假民主人士, 专为王岐山,咱这会儿摇起呐喊的,还有钓鱼的这个博讯这样的网站, 会有动作,会得到组织上给点狗粮。 但是你也别忘了,这是美国,这不是中国,不论你想干啥就干啥的。 另外一个,这个很多这个咱们战友在问,下一步怎么爆料, 我昨天在视频里已经说了,我们现在是要给王岐山先生, 孟建柱先生,傅政华先生,孙力军先生,要给人家机会, 人家又回来了,又回炉了,人家需要安排,勾兑,把自己的小弟弟, 小孙子,师生子,师生女,然后把钱再搬蹬搬蹬, 然后给个很好的理由,让海航回光返照,这叫重组, 重组,债务重组,资产重组,然后换几个领导, 然后国家那些派几个即将退休的人,满山过海, 盗国贼的盗的手段,那是超出常人所想象的。 所有的中国同胞们要问一句话,王岐山是什么理由回到党内的? 王岐山的老婆是不是拥有美国护照? 王岐山家的姚庆,是不是拥有海航的股权? 冠军的作为一个王岐山的师生子,可不可以定位鉴定一下? 刘正杰的DNA是不是可以鉴定一下? 孙瑶到底他爸是谁?他妈是谁? 怎么除了玩狗,还玩熊猫,还有银行那么多钱? 他到底是咋回事? 为什么那么多人田国立,田定,田惠宇,这家里人都坐七八七, 都坐海航的飞机?那咋不坐天航的飞机? 你咋不坐那俄罗斯的飞机?为啥呀? 再一个,银行的那么多账号,那么多存款,是真是假? 是不是应该说一说? 既然有人给我说建议,郭先生,你把这资料寄给中纪委吧? 这些人脑子你进了什么了? 中纪委是王岐山家的小二,小二,是王岐山家的小二, 现在这些小二都不是中纪委,监察委都不是王岐山小二, 人家是二把手,永不退休的二把手,去想想, 当年那大宋朝的高球和蔡京加一起,都不如这王岐山一个个不厉害, 人家王岐山先生,现在是哪硬啊?全身哪都不硬嘴硬, 更重要的是什么?现在是私生子硬,人家的私生子硬, 人家一个叫冠军,还有更多呢?刘生杰呢?刘童子是谁呀?谁是他爹呀? 私生子硬,私生子年轻,人家要靠私生子生存, 这叫什么?盗国贼的未来就是人家私生子,私生女的未来。 人家现在哪不厉害?钱多呀?美金硬啊,不要人民币,要美金啊! 所以说战友们说咱们怎么爆料啊?很简单,让人家勾兑勾兑, 让人家排排阵步步局,暗杀队伍,蓝金黄手段,利益疏换,利益疏散。 输完了以后,输出完了,人家要搞出几个大动作, 齐山童子头两年人说了,他要搞几个大动作,大动作,我都知道。 在北朝鲜的事上,他要出头肉面,中美贸易上要出头肉面, 然后到中欧呢,在台湾上出头肉面,然后飞趟俄罗斯, 再干上日本,你看,这自己就像那个猫狗大战士那猫一样, 身上全是武器,刀子插了,全弄完了。 然后回来看,王岐山回来,那谁干的事?王岐山总理干的, 党内就拍子桌子给吹牛了,啪啪啪啪啪啪啪, 看看我怎么着,鸭镜的怎么着,半手腕我赢了怎么着, 党内一片,哇,老王厉害呀,厉害厉害。 这就是人家老王,是不是这样?原来是救火队长, 现在改了,这叫救灾队长,救习主席的灾,灭住习主席的难, 帮助中国人摆平灾难,下面是救灾高手,你看到吗? 所有的宣传,韦石啊,这些人啊,夏依良啊,胡平啊,这些的, 天下没有王岐山都不行,甭说是共产党了, 中国人没有王岐山,活不了,全世界没有王岐山,活不了, 然后外国的媒体都得放出媒体,王岐山不愧是一员大将, 天下难得的器材,中国太聪明了,为什么? 因为他会把中国人十四人的未来,十四人的所有拼命换来的钱财, 十四人的侄子孙孙的安全,给你卖了,到了你的国, 还得卖了你的国,卖了你的国,还得让你说感谢他。 这是什么?哑巴被强奸,有苦说不出来,哑巴被强奸,有苦说不出来, 这就是王岐山的盗国贼集团。 所以我们也报上料,等他出手,让子弹飞一会儿。 你等他在这儿还高兴拍车子回去,灭贼大英雄的时候,咱们再出手。 所以咱现在要把咱们的媒体系统建好,大家拭目以待,拭目以待。 这个还是那句话,我老家说的,这个深县和阳谷是县大县, 什么意思?你要不服,咱就县来县的,试试。 另外一个,有一句古话呀,我们都要值得学习。 不是不报,时候没报,老天看着了。 老天能让王岐山回炉当副主席,这是上天给我们最大的礼物。 我这句话说了很多遍了,文贵说的爆料不是娱乐, 我不像某些人在那儿一想,一想这儿,道听途说,跟你比划着, 然后很享受。我讨厌,我没有时间去浪费那种事。 我没有搞时间跟任何人议饮,我也没有任何需要让别人认可, 或给我掏钱,给我买什么这买那的,不需要。 我只需要一个,让大家和我一起看到结果,那就是什么, 盗国贼的灭亡,喜马拉雅的事件,法治自由民主的中国。 让中国要有法治,任何人家不提中国有法治,谁的良心就是黑了。 没有法治就是我那些员工被害的结果,就像昨天我说的, 连任何一个人都想象不到,他们竟然把一个这样年龄的女士, 是站着光光的在那儿站着,作为惩罚的,他也没犯罪,他老公被抓了, 你把他这样干什么,说他包庇罪。 你给郭文贵的家人所有的剧传的时候,关押的时候,都叫包庇罪, 最后你什么罪给判的行啊? 现在你给我原公家人包庇罪,裸体站在那里,14亿人民, 只要任何人不知道法治的状况,你的老婆女儿有一天都会被裸体站在那里, 人想干啥就干啥,咱不信咱走着看,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,谢谢所有的战友们, 我这百米之外的总统家就在楼下,你看看啊,正在干嘛呢? 这么多人在那抗议,看看啊,总统家,你看这就是总统的家, 红旗下,美国的旗下就他家,看到了吧他家? 这就是他家,你看这就是美国,这就是法治,这就是自由, 这就是无穷无尽的上天的力量,谢谢大家!